那同样作为高人气偶像明星的韩庚呢 昨天在北京也是出席了一场极限挑战赛 在这个活动上呢 他也是首次挑战极限运动 那他到底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昨晚在鸟巢边上举行了极限挑战赛 歌手韩庚以一人身份出席活动 不过看到台上台下这么多优秀的极限运动员 深海极限运动的韩庚也是按耐不住 挑战起难度很高的小轮车 尽管最终挑战失败 但勇于接受挑战的精神 依然让台下的粉丝大呼过瘾 而同样前段时间 韩庚又一次勇敢挑战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 以主演身份出演影片《大呼声》 尽管目前韩庚正积极筹备新专辑 以及演唱会议的准备工作 但影视剧将来依然是他努力发展的方向 毕竟我才拍了三部戏 《大呼声》其实才是我真正的第一部主演的一部电影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还算是一个亲人 对很多都还是比较深属 我希望能让自己更多的去学习一些东西 让自己累积一下 让自己成熟一些 那有可能会在表演上面会有一些更多的帮助 所以以后我再去选角色的时候 我也会去努力的去把这个角色去演绎好 勇于挑战记者张玉北京报道